北陵渭水,南伊离山 在离山风鸾怀抱之中 隐藏着一座神秘的帝王陵墓 那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结构最奇特 内涵最丰富的秦始皇之墓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嬴政的陵寝 秦始皇陵十分的壮丽 其面积相当于78个故宫 不仅建有各式各样的宫殿 还有数不尽的宫殿 其真一宝 如今已经探明的陪葬坑和墓葬 有四百多个 举世文明的兵马俑就包括在内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 如此富丽堂皇的陵墓 竟然没有遭到盗墓贼的毒手 为什么没有人敢挖秦始皇陵呢 其实和秦始皇陵中 暗六大玄机有关 除了广为人知的秦始皇陵墓中 含有大量水银 让人望而却步以外 还有五大玄机 分别是机关连弩 连环翻板 流沙层 俘火以及一个古老传言 在很多古装影视作品中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节 在密笔的房间里 触动到某个机关 会突然射出无数毒箭 致人死亡 这便是机关连弩 据有关史料记载 秦始皇当年就曾命人在灵墓中制作能设800步 且功力达到700斤以上的连弩 这种极大的杀伤力毫无疑问威慑着盗墓贼 所谓连环翻板则是一种陷阱 从表面看起来是平地 但是一旦走上去便会掉入全世界的陷阱 而且地面是翻版设计 有人掉入陷阱之后翻版又会恢复原样 可见为了防止盗墓贼 秦始皇时费为一片苦心 流沙层则是古时候常用的一种防盗技术 在流木建设一层流沙 倘若盗墓贼挖到了流沙 就会被涌入到灵墓之中成为陪葬 俯火机关则是一种利用化学作用机关 在流木中安置大量可燃气体和易燃物 一旦打开某个墓室让两种物质相结合 便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足以吞没盗墓者的火焰 关于秦始皇陵最后一道机关 其实是一种古老的传言 古时候有种迷信的说法 那便是盗墓者都会受到诅咒 生龙生疮死去 虽然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依然威慑着盗墓贼 这座沉睡在地下千年的灵墓 以他磅礴的气势 巨大的规模 严肿独特的艺术结构震惊世界 不仅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对研究军事史上也有着巨大的加值 为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最好的教科书 如今我们应该好好保存和珍惜这份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瑰宝